第二節的內容主力是如何應用ABC行為分析法 去處理孩子常見的行為和情緒問題 在第一節的下半部 我們也介紹了ABC行為分析法 ABC行為分析法是有前因、行為表現和結果 在提及前因時,我們希望透過控制前因 來通過調節環境 預防小朋友的行為問題再度發生 所以如果有行為問題時 我們要反思、回帶 究竟有什麼環境因素 令小朋友產生行為問題 我們在第一節教了四個策略 四張牌 希望透過調節環境 預防行為問題再次出現 好了,我們當時提及過 我們可以從這六方面了解 從這六方面了解 什麼地方可以作出改變的呢 會不會就是媽媽在這裏 情緒漏得更加強 爸爸在這裏 他又會好些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了解前因 想一下可不可以改變這些因素呢 而希望他達到 行為上有些改變 令到有一個新的行為表現 來出現 記得第一節 最後給了一個個案 各位家長 回去 看一看 我們現在 看看這個個案 究竟 他的前因 行為表現 和結果 是什麼 我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了 好 先擺出來 前因就是 因為媽媽要小美停止去打機 馬上去做功課 引致小美的行為表現 大叫大讓 發脾氣 然後把訪問扮一聲 大力觀賞 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媽媽無可奈何 讓她繼續 玩 其實結果就是小美 沒有去做功課 我想 大家家長應該 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媽媽都很閉藝 媽媽不想這樣 究竟可以怎樣做 才可以令到小美的表現 有不同的呢 我們當然希望 小美可以停止 去玩個遊戲機 而立即開始做功課 好了 我們看看 我們可以透過 一些什麼 策略 就是我們說的 四個策略 通過 如何調節的環境 預防的行為問題 再次發生 或者我們總括 或者 針對 小美 剛才的電門事件簿 我們看看有什麼策略 可以改變小美的行為 首先訂立手則 如果在小美這個個案 我們可以跟小美 訂立一些做功課的常規 和玩電腦的手則 其實剛才有家長都說到的了 就是說 我們可以仔細地跟他說定 放學回來之後 幾多時間之內 就要開始做功課了 例如你可以訂立一個小時之內 就要開始了 或者半個小時可以開始 做功課之前 就可以讓他剛才有家長提及到 可以讓他先休息一下 不用扯得小朋友那麼厲害的 可能令到他的心情 平和一點的時候 他開始做功課的時候 就會容易一點 另外如果他真的做完功課之後 也可以跟他訂立一些 要得到媽媽的批准 才可以去玩電腦 或者不是玩電腦的時候 都可以有其他的選擇給他的 可以去公園玩 或者是一些他喜歡的活動 另外也可以訂定 一個禮拜裡面 究竟最多可以玩電腦多少天呢 多少天裡面可以每一天 玩電腦的時間又是多長呢 我們如果在訂立手則方面 我們有一個小提示 就是說 我們如果跟小朋友訂立手則 我們的數量 是要適量的 如果你跟他訂成十條 我想小朋友 一定是跟隨不了的 所以最多三至四項 就會比較合適 還有那個手則 就真的要小朋友 是容易做得到的 你不要說要求到很高 如果很高的時候 他其實根本都不會跟你 做得到的 他也都覺得你是為難他的 另外就是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實際執行到的呢 例如你說 做完工作之後 媽媽跟你去公園玩 媽媽你自己 是不是真的可以跟他 去到公園的 就是說你真的做到 你才好答應他 還有 說的時候 我們用一些正面的字眼 就是說 問準媽媽才可以 看電視 不要用一些比較否定的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聽起來 其實都已經 不入耳了 剛才也聽到 尤其現在 的 時間 很多時候 朋友用電腦 或者是玩電門的時間 是比較多 很多時候就在這裏玩電腦和電門的時候 就 很傷 大家的親子關係的了 我們應該定立一些使用電腦的守則 其實主要就是說 很多時候 我知道有些家長 剛才家長也有提及過 就是說 我會 跟他計算了個時間 或者有些電腦是有些密碼才可以入到的 權限在哪個那裏呢 這個 也可以跟子女溝通一下 令到他就不要說 隨意就可以開機 或者是隨意就可以上網 另外 第二個策略 給予提示 或者是指令 剛才 家長也有提及過 跟他定立一個時間表 其實就好像一個日程 幾點鐘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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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剛才家長也有提及過 就是說 可以讓他心情平靜一點 心情氣和的時候 可能會好一點 其實這個就是吸入一個 緩衝 緩衝的意思就是說 讓他可以先休息一下 不要 迫不得他那麼緊要 例如說做功課之前 是可不可以 看一下書先呢 或者媽媽陪他 做一些親子活動 然後大家一起去 開始 做功課這個 程序 例如就是 大家一起去看完本書 大家一起去書包那裏 拿些東西出來 讓他漸進式 可以進入這個 做功課的狀態 另外 當小朋友做得好的時候 例如這個個案 小米做得好的時候 他願意合作 我們就立即把握 他肯做的時機 就立即去到贊賞 希望透過這個贊賞 更加強化 這個正面的行為 同樣地 我們給予提示指令的時候 我們自己家長 都要平心正氣 但是我們的語氣 是要堅定的 我們不是命令 不過 我們是一個堅定的語氣 就不要有機會 讓小朋友覺得 這樣也可以 另外 什麼叫做前事不計 我們比喻這個提示和指令的時候 我們就是 針對 當眼前這件事 就不要提回 昨天跟你說過你又做不了 或者昨天跟你定了這個 你又做不了 其實 小朋友可能都 不是很討氣的 他不會再跟你 去談下去 另外 緩衝時段 主要 讓小朋友可以轉換一下心情 可能他當期的狀態 回到來的時候 是很興奮的 尤其我們譬如有 過度惡症的小朋友 或者專注力比較弱的小朋友 他很容易 是很興奮的 其實這個緩衝 就讓他可以平和了他的心情 另外 我們在適時給他贊賞 就加強他 做良好行為的動機 第三個策略 就是有限度的選擇權 譬如小美這個個案 其實你可以讓他選擇的 就是說 媽媽陪你做 還是民事你自己做呢 你可以讓小美選擇的 就是他先做功課 還是先溫習默書 亦都可以讓小朋友選擇 他究竟做一些比較容易的功課 還是做一些比較艱難的功課 因為每個小朋友不同 他可能比較容易一些 是覺得很容易做 做了之後很有成功感 但有些就不是的 有些可能想著媽媽陪我 可以做一些比較難的 另外小優的時候 可以讓他選擇一些的茶點 讓他有個期待 就是說 剛才我聽到家長說 中間有個 可以讓他選擇一些他喜歡的東西 令到他更加 心情更加開心一點 就容易合作 給這個有限度的選擇權的時候 有些小提示要 注意的是 我們給選擇權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比較容易順從 和合作的 就是我們怎樣給這個選擇權 還有有限度的選擇權 可以避免因為堅持得到某樣東西 而到鬧情緒 不是樣樣都是 爸爸說這樣 媽媽說這樣 爸爸說這樣 媽媽說這樣 我自己完全都是 沒得說的 或者沒得自己決斷的 他就會覺得 我都 完全都不採納我的意見 小朋友可能就不開心 還有要說 你給他選擇的時候 是有一個範圍的 就不是任他怎樣都可以 因為如果沒有範圍 太廣泛 也都很難達到的 好了 最後就是分散注意力 這個分散注意力 剛才有家長也提及過 我們就不需要經常聚焦 在他的功課上面 我們可以慢慢在之前 和他輕鬆一下 怎樣輕鬆一下 我們可以談一下 生活日常的鑰匙 或者你可以 慢慢和他引入 就是說 學校會不會發生什麼好笑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我聽到同學的媽媽 就是說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是不是覺得怎樣 或者那件事是怎樣的 也可以就是說 如果小朋友是很喜歡 吃東西 或者有什麼喜好 就從他那些興趣那裡入手 或者就是說 一會休息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一下 新口味 我們大家一起做 一起去整 這個 亦都是一個 親子的 可以培養親子的關係 好了 如果我們分散注意力的時候 然後 我們 當預期到的小朋友 就出現一些骨董行為 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令到他投入另外一個活動 就不要經常聚焦在 就是這樣沉迷在某一件事 還有這個分散注意力 尤其是適用在比較年紀 小的 小朋友的身上 我知道今天 家長工作方的對象都是 低小年級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的 低小年級的小朋友 應該 一般 是容易受哄一些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另外就是 也是剛才所說的 被緩衝 不要經常都是 最早是功課功課 再做功課 小朋友都可能很大壓力 好了 我們剛才說了那麼久 都是說了改變前因 其實我們ABC行為分析法 我們有一個結果的 其實我們的結果就是 當我們 用了那麼多策略 去改變前因 我們最理想的當然希望 它有一個新的行為表現出來 但是這個新的行為表現 可能是好的 亦都可能是有時做到 有時做不到的 做到的時候 或者做不到的時候 都是一個結果來的 當然如果做到一個 好的行為表現 有一個好的結果 我們當然希望 好的結果 可以繼續 持續下去 但是如果是一些 不理想的新的行為表現 我們亦都希望 用一些策略 去改變 那個結果 控制那個結果 令到這些 不恰當的行為 是可以減少的 所以詳細一點來說 我們學了前因 從多方面 去了解什麼地方出現問題 用適當的策略 去改變 達到一個預期 行為上的改變 而這幾樣 就是一個改變結果 控制結果 我們就可以從這幾方面 來分析 小朋友的行為模式 從而作出適當的反應 慢慢希望可以改變 小朋友的行為表現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結果上想 有這樣的結果的時候 然後 他究竟小朋友 是不是想得到什麼呢 得到家長的注意 還是想避開什麼呢 這裏我們可以想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 一些不同的策略 來應付 前因控制 我們有四個策略 在結果控制 我們有五個策略 五個策略 五個策略 這五個策略裡面 我們就分開了兩大類的 最理想的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 用讚賞 和這個獎勵 來增強小朋友的好行為 如果我們用了這兩個策略 而我們小朋友 那個行為表現 已經是 好了 不斷持續出現一些好行為 這個是最理想的 因為我們 是可以 這個是正面一點 不過如果我們用了一些的策略 或者是用了一些的 賺賞、獎勵 他都未能夠有時又做不到 一個這麼好的新的行為 良好的新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無可奈何 我們都要用這三個策略的 我們現在 講解了這兩個 比較正面的策略 不是比較正面 簡直是很正面 而又可以增強小朋友 好行為的策略 好了 看回小美這個個案 我們前因那四個策略 我們運用了 我們運用了之後 真是很好 小美的新的行為表現 就是 他現在可以做完功課 才玩電腦 或者 他有 先做功課 才玩電腦的 跡象 是跡象 你看到他有一點動機 想走過去 開書包 拿功課的時候 我們 就引致了結果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 用這個方法 增強他這個行為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 贊賞和 獎美的策略 好了 可以怎樣用呢 可以這樣的 我們就可以 這樣跟他說 贊賞的時候 因為我們看到 小美有做功課的跡象 我們可以說 立即抓住他 這個 的跡象 就說 今天不讓媽媽提 吃完小吃之後 就立即開始做功課 真是有責任感 和肯努力的 小朋友 媽媽一提你 你就拿手冊 我們可以看看有什麼功課要做 媽媽覺得你做得很好 媽媽今天有事不能陪你做功課 回來見到你可以認真地做 還有做了兩樣 媽媽很開心 很自豪 有你這個 那麼懂得計劃 時間的小朋友 當然我們如果用這個贊賞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 當這個行為問題 未發生的時候 就盡量放大小朋友的 好的行為 所以這個其實都要靠家長 要一個 很好的觀察力 或者很留意小朋友的 一舉一動 因為我們要把握 那個可能是很短的時機 你未必看到 你什麼時候會留意到他有那個跡象 真是很好觀察到小朋友的 如果具體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會稱讚小朋友 真是乖真是聰明 我們就鼓勵加上有些綿術性的稱讚 例如是什麼 例如就是很具體講明 他哪一件事是做得好 例如 他肯 撿拾碗筷 例如他很專心寫字 我們確實說出來 我看到你很專心在這裡寫字 你可以看到他有跟小朋友分享玩具 指出他這個行為 就是 跟小朋友分享玩具 很有愛心 另外 除了我們口頭上讚賞之外 我們可以多用我們的身體語言 例如 微笑 拍拍小朋友的肩膀 走近他的身邊 讓他感覺到 家長 都是很關注他 很留意他的 另外 獎勵 剛才有家長提到 跟他做那個時間表 除了做時間表之外 令到他知道自己幾時幾後做什麼之外 我知道很多家長都會用這個 跟小朋友定立一個 行為 獎勵計劃 我想除了家長 會定這些計劃之外 學校的老師都會很多時候 跟小朋友定這個獎勵計劃 我們就是 獎勵計劃 都是 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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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好表現 儲完之後 就因應他儲到的 而去換一些的禮物 那些禮物 當然是必須 小朋友 喜好的 他喜歡那樣東西 才有動機 希望能夠得到 例如有些小朋友可能喜歡模型 有些小朋友 可能就喜歡 爸爸媽媽跟他玩也不一定 不一定是物質類的 這個就要跟小朋友 談談 他究竟是喜歡什麼 所以我們掌勵的時候 我們分為物質類 和非物質類的 物質類就很簡單 通常不外乎一些文具 貼紙 或者零食 如果非物質類的 其實這個是更加是優質的 掌相 我個人覺得 就是一些親子的時光 你陪著他 因為可能很多小朋友 他說我要 我要熬鞋 我要什麼 其實他未必真的想要這個 他其實很想要爸爸媽媽陪他 這個你可以跟他談 或者是一些 他自己才有的 特別權利 他會覺得 只是我有 別人沒有 他可能更加容易 跟你合作 另外 我們訂立這個 獎勵計劃的時候 我們 都可以 留意 留意一些 我們的獎賞 可以是即時 的獎賞 或者是 是延後的獎賞 如果對於有角度會症的小朋友來說 我們更加希望 我們訂立這個好行為獎勵 獎勵計劃 是可以 然後是 獎賞給他 因為這個是可以訓練小朋友 學習等待 延遲 他的慾望 這個也是一個 訓練他們的好 因為他們 有時是比較衝動 或者 心急 我們希望 延遲 他們的慾望 讓他們有一個期待 才去換 這個是更加 還有我們訂立這個 獎勵計劃的時候 我們要循序漸進 我們每個計劃 那個目標 就是獎勵計劃的目標 是一至兩項最好的 有些甚至是獨立的 即是說那個是一個 做功課獎勵計劃 或者有一個 就是 跟弟妹 和平相處 可以是一個獨立的 另外 目標我們是要清晰的 用正面的語句 去清楚界定的好行為 例如 就是充勤之後 就把你的污衣衫 放在洗衣籃裡面 就可以得一個貼紙 即是具體寫明 你究竟 他究竟是要做到什麼 工作 或者什麼事情 才可以得到獎勵 有商有郎 就是說 要跟小朋友一起商量 這樣才有吸引力 因為譬如你說 我想跟他訂這個獎勵的話 他可能覺得 你跟我訂這個 我也是做不到的 或者他覺得沒什麼意思 他根本也不會和你 是很有動力 或者很有動機 去進行的 好了 官司始終 就是說 我們是要完成他 那就不要因為 小朋友 其他的行為問題 什麼叫做 其他行為問題 正如剛才我所說 這個計劃的目標 是令到他 依時以後可以做完功課 你就不要說 你今天 在學校打架 老師投訴你 我很生氣 我就在你這個做功課計劃裏面 就刪減你 得回來的那些星星 或者貼紙 這個是兩件事 是不是 你這樣取消 小朋友可能就覺得 很不公道 另外 我們要定期去檢討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個獎勵計劃 究竟是不是有吸引力的呢 他有沒有持續 有沒有真的記住 我們是定了這個獎勵計劃的呢 如果 你覺得他好像 沒有什麼動機 或者直接都忘記了這件事 可能 我們就要看看 會不會是 不是那麼吸引呢 又可以再跟 小朋友 再檢視一番 我們重新再 可能修訂 裡面一些的細則